今天我们来到台南市政府明治市政中心 参加2021台湾花果盆栽展的活动 现场有非常多参赛者细心用心灌溉的成果 现在一起去看看吧 台湾四季如春 花卉跟水果也相当有名 为了推广台湾花果盆栽之美 大台南花果盆栽协会 特别在台南市新营区的明治市政中心南银堂 举办2021台湾花果盆栽展 11月17号上午还举行了一场开幕剪彩仪式 现场还邀请包括乐云舞集在内的团体来表演 气氛相当精彩热闹 花果盆栽展主委彭冠金说 这场展览从11月17号到22号 展出25项树种 116件130颗作品 造型优美 质量又胜于往年 展览总冠军是理事长张建一的八房干 果王由展览主委彭冠金的金豆干胜出 花后是曾财望的九重葛 台湾的花果盆栽已经受到民众的喜爱与肯定 这次的展览就是希望大家深入认识花果盆栽的美好 台湾这个花果盆栽展其实最主要我们也是要把台湾这个很优秀的这个花果盆栽 我们要想办法把它推广出去这样子 那今年呢其实我们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目标啦 就是我们要想尽办法把这个盆栽 这个国际化 网路化跟年轻化 大台南花果盆栽协会表示 台湾的盆栽展经常吸引许多东南亚的爱好者前来参加 但是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主办单位透过网路来展示 打造数位平台的商机 希望能够让台湾花果盆栽的艺术之美能够跟国际接轨 有花有果 那就是每年你会看到开花会看到结果 所以就比较行 在盆栽界现在已经受到肯定了 张建议理事长强调 台湾政府正在鼓励青年返乡务农 盆栽的交易市场相当大 不仅是艺术也可以提升农业经济 为农业找到新的出路 希望盆栽业者一起努力 也希望政府能大力辅导 创造花卉水果产业的潜能 推展台湾农业的再生 找到农业经济未来更好的出路 记者陈文旭 李嘉津 台南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 numero ты产开 逮助